桃園市新屋区石户故事馆 推出互不相浪系列活动 希望能透过有趣的互动方式 让民众能够在浸滩的过程当中 学习到爱护环境的相关知识 一起动手来保护海洋生态 位在新屋的石户故事馆 为了让民众了解海洋保育的重要性 推出互不相浪系列活动 从近海近海到石户艺术文化级 希望透过有趣的互动方式 让民众能够在浸滩的过程中 学习相关知识 进而保护海洋生态 以往的浸滩活动 大家主要都是去捡食垃圾 然后回来才做分类 那在我们新屋石户故事馆 这一次活动比较特别的地方 是我们是采用有目的性的浸滩 在浸滩之前我们会告诉民众 说我们该针对哪些 最主要就是会伤害环境的垃圾 来去先做首要的浸滩 比如说可能针对会 比较容易伤害民众的玻璃啊 或者是对环境污染比较大的塑胶为主 来先做首要的检食 民众在网路上看到浸滩活动 带家人前来体验 对浸滩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原来浸滩也可以那么的有趣 而且他们其实在浸滩的过程中 其实有点像是在寻宝 因为你会捡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譬如说漂亮有木 譬如说你会捡到 可能是别的国家的垃圾 那他们就会觉得 捡到这个东西看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然后就是让浸滩变得好玩 然后他们其实在浸滩过程中 也可以真的落实到 就是维护环境这样的一个工作 民众如果有想参加浸滩活动 即日起只要上十户故事馆 脸书专页就能够报名 8月27还有十户艺术文化祭 欢迎民众共襄盛举 一起为环境尽一份心力